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在今天下午的時份 有一班粉嶺的街坊不分黃藍陣營 湧到雍聖縣迴旋處 利用一些雜物來倒路 他們的目的是非常簡單 就是為了抗議特區政府 想徵用房屋處的空置屋邨輝明村 作為隔離營 用作隔離跟武肺確診患者有緊密接觸的人士 當然那些市民就會非常反感 因為武肺是死得人的 而且是沒有藥醫的 當地的情況又如何 非常鄰近民居雍聖縣 而且附近有一家小學和一家中學 你說在這麽密集的環境下 是不是適宜用作隔離的武肺確診患者的緊密接觸人士呢 難怪那些市民不分黃藍走出來 湧上街頭是抗議的 因為這一局真是殺到埋身 黃藍視政見 武肺視危險 你不找政治 政治都會來找你 特區政府不去封關這個決定 就是政治決定來 難道你還相信這是科學的決定嗎 而且我看到網上一篇報導是來自大公報2013年的報紙 他就說這一塊地皮 有一個生態調查的評估發現 原來這一塊地具有相當高的生態價值 曾經是發現大堤福等珍貴的蝙蝠物種 維基百科也有記載的 喂 又是蝙蝠 你想怎樣? 特區政府考慮這些所謂隔離營的時候 你有沒有考慮到當地的環境是有很多市民居住 而且又有這些蝙蝠 你會不會造成一個所謂的再交叉感染? 我不認識 我不是專家 我只不過看到這些東西我就歉了 又是蝙蝠 搞什麼?特區政府是想怎樣? 完全沒有從預防疫情的角度來著手 永遠懂得控制 你就讓它在社區爆發 要不然你搞這麼多隔離營出來幹什麼? 這個麥理浩夫人度假村又搞一個 李漁門度假村又搞一個 徽明村又搞一個 你是不是預料在社區上會有爆發 所以你就弄定這麼多隔離營 我沒有批評你弄隔離營是錯的 但是為什麼你不去封關? 當你封關的時候就可以確保得到 跟武肺確診或者緊密接觸的人士會大幅下降 你不需要這麼多隔離營 市民不需要這麼擔心 你弄這麼多隔離營做什麼? 你不是要預備大規模隔離嗎? 從防疫的角度來著手 不要永遠從控疫 你這幫廢柴是控不了 而且 黃廣發專家確診 曾經說過這個疫情是可控的黃廣發專家 昨天有一篇報導 原來他確診以後坐他隔離有一個姓嚴的 有一個姓老的醫生 同樣都是確診 坐隔離一起開會 在北京那裏 一起開會 都確診了 坐隔離 坐隔離雙輪 可能是那些口水花噴噴噴的黏膜 我不知道他為什麼 反正就是確診了 我再想問一件事 當日開會的 還有哪些人同過黃廣發專家開會 喔 原來是這個衛生防護中心的 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醫生 和食物及衛生局副局長徐德爾 和醫管局總感染控制主任賴偉文 我想請問一件事 你這三個人做官的 為什麼不需要安排隔離 你這三個人做官是不是有特權 回答我 什麼標準 市民的命是比較賤的 市民的抵抗力是比較賤的 所以他就要14天 不可以上班 不可以有自由活動 安排他的隔離 我沒有批評你隔離是錯的 你記住 我只是想問你一件事 為什麼你的標準是 做官的就不用隔離 是不是做官的就不會感染武肺 回答我 有沒有記者問他這件事 為什麼沒有人會問他 你只是戴口罩有個傻子用嗎 屌你老母 你只是隔離普通的市民 在這個屯門醫院那裏 你那個武肺患者走出來 巡一巡 是不是 就已經在那個 趙X光排隊等候的病人 全數要拿到隔離 好了我覺得沒有問題的 你隔離這班病人 因為你為了香港的福祉著想 但是為什麼你這三個傢伙 是不需要隔離 我只是想請問這件事 回答我 有沒有人能回答得到 為什麼這個徐德義 張竹君和賴偉文 還可以戴無私讓 戴著口罩就到處 開會 而且是開記者會 不需要隔離十四天 請問你是不是跟黃廣發專家有緊密接觸 你跟他開會的 同一個場地是 啊 為什麼是不需要 你說不是因為他去武漢考察的時候 才跟黃廣發專家開會 黃廣發專家去到北京的時候 跟那些人開會 才是傳染的 你怎麼知道他那時候還沒感染 混蛋 有潛伏期的 如果不是要隔離十四天 屌你 這樣就為之公道嗎 這樣就為之標準一致嗎 這樣就為之是把關 這樣就為之防疫 所以我對於你特區政府搞的事 是不會信任的 就是這個意思 而且對於你的所謂梁卓偉教授 我告訴你我有兩個不信任 第一個不信任 他低估了這個武廢的死亡率 記者就問他 梁卓偉教授 他現在所說的死亡率 你是根據什麼的數字拿出來說的 你是否根據中共政府拿出來的數字 說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糟糕了 那些數字肯定就是 低估了 猛病 什麼專家 到底你是醫學專家 還是維穩專家 你根據他拿出來的數字 然後計算死亡率 你是傻的 武漢有多少人 拍出的視頻出來 喂 是不診不治 什麼叫不診不治 就是不幫你確診 不幫你確診就不幫你醫 然後怎樣 死亡了 死亡了怎麼辦 喂 當然你也沒有確診是這個武肺 那就不算進去 不算啊 死亡了 你的死亡率一定是低估的 他昨天說到第二個不信任 就是 一個病人就會傳兩個緊密接觸的人 喂 已經有一個 是在武漢醫院裏頭 是一個病人感染了十四個醫護人員 是一傳十四啊 什麼一傳二啊 什麼專家啊 這些是 所以你特區政府這樣做事 你可以取得到市民的信任啊 為什麼你做官員你不用隔離啊 回答啊 回答啊 有沒有人答得到啊 不知所謂 好了 跟著你特區政府又被記者發現到 原來是團職了大量的口罩的 這樣子 好了 原來跟著有解釋的 因為政府物流署需要儲備一千萬個口罩 支援有關的決責局和部門的運作需要 好了 這個原因好像是冠冕堂皇也非常理智 我也覺得沒有問題 但是問題就在於 這幾天紅日 為什麼你可以不安排到一些物流的司機 是去把這些口罩送到醫院給那些醫護人員來使用呢 使得那些人在那個 連登網那裡求救呢 說每天只能夠配給到一至兩個口罩呢 請問 你這幾天有沒有安排物流還是放假 過年了 普世寬藤 殺到埋身了 接著就到這個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鬥三十五萬九千元一個月 你猜他出席完商台節目之後 他講了什麼話呢 他就說 批評有些商人 將口罩坐地起價 團職居期 行為非常不負責任 呼籲的商人 不應該在這個時候 為其他人增加壓力 希望能夠跟香港人共渡時間 你作為一個有公權力的人 鬥三十五萬九千元一個月的人 你竟然跟那些網台主持包括小弟說的廢話是一樣的 我沒有公權力我當然是屌察那些人 團職居期 全家富貴 這些是我們沒有公權力的人說的 你作為一個掌握公權力的人 鬥三十五萬九千元一個月的人 你說這些有什麼用呢 你是不是應該要想一些辦法來安排得到 使得香港市民每一個人都能夠確保到有口罩的供應 而且是負擔得起的合理價格 你是不是應該這樣做呀 你不要經常就拿自由市場作為一個擋箭牌 就放任不管放縱的商人來謀取暴利 你可以繼續在自由市場那裡販賣你的N95口罩 但是你可不可以確保得到市民有最基本的保障 比如說你效法澳門 是不是 做一個實名制 每個市民去到一些協議的藥房 你跟他們談妥了 喂 你有一堆口罩放在他那裡賣 八塊也好 十塊也好 就有十個 那就讓市民去買 是不是 那就確保得到每人都有供應 你知道很多人就是用自己家的那些 即是吃菊種 用完就沒有了 什麼時候才開始呢 初五 還有你不單只是要把口罩納入這個所謂戰略物資的範圍 然後就實施這個實名制的售賣 我沒有叫你規管其他人不可以自由市場買 其他市民一樣如果擔心是你的口罩垃圾 他可以繼續自己去買 但是你要確保到市民有這件事 即是先確保到供應 最基本的需求 你也不做 只在說這些垃圾 還有不單只是 口罩 眼罩也要 因為黏膜 口水花噴噴噴噴噴到那些黏膜 你坐在旁邊就糟糕了 尤其是現在有些人還去拜年 我就呼籲不要拜年 為什麼呢 大陸已經說得很清楚 說停止聚會 其實是在呼籲 所以我就呼籲大家 不要再搞了 這些拜年 每個人都對自己的生命負責 這件事很重要 慎重考慮不要再搞拜年 尤其是在大陸過年那些人回來的時候 就更加要停止聚會 尤其是聚餐 不是你又夾 他又夾那些筷子 選完之後 就真是飛沫傳播 口水傳播 好了說回這個眼罩 眼罩也要納入這個管制 希望可以做到實名制 每個市民都可以配給 至少有一副眼罩才能走出街 現在又要等五金譜開門 我告訴你到初五開市的時候 一定是控搶 不單是口罩眼罩都會控搶 大家都是預視得到的 你特區政府做了什麼 關你又不封 你可不可以在這些位置上做些事情 你老母在這些又要問共產黨 這些是不是你自治範圍裡面的東西 不要什麼都推到共產黨 是你消極不作為 這個特區政府 為市民做一點點事情行不行 這麼卑微的要求 口罩眼罩的供應確保 好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武器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